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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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事件的发生当中 当然有很多参与者 也有得利者 也有不利者 这个愿赌服输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如果用诈述的话 那全世界都不通过 除非你的诈述是没有人能够试破 没有被抓到 不然抓到的话 就是断手断脚 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一次这么严重的 6月6日星期六的 这个魔鬼印记的梗 莫书昨天已经去了 台北市的地方法院检察署 完成了提告 这个是copy相对的收文资料 有莫书个人的明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听说莫书已经上了国安名单 那很好 如果莫书个人不对 我反攻自信 如果说是体系本身有问题 那是他们应该检讨的 那不是莫书的事情 打个比方来说 如果我们拿个国旗 在总统府周边绕 都会变成有问题的 那是在总统府里面 执行国家最高公权力的人 或者他的体系 有非常大的问题 这是相关的提告内容 莫书因为做这些事情 要留一个底 比较有保障 这是最后所登记的资料 等一下会大概给各位念一下 就了解一下 重要的事情是 其实转念之后 发现这位黑帽客 他可能非常的危险 所以除了各位 要帮忙用力传之外 要找到他 同时也让他的亲情 家里人 大家一起出来规劝 赶快来做一个 弃暗投明 把真相公布于世界的动作 这当然是有一点交换 也必须交换 因为不然一罪一罚的话 后面可能很多的 看不见的 有形的无形的损失 甚至于家庭的破碎 这是无法承担的 相对因为牵涉到罪者太多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出来 叫做坦白从宽 当污点证人也好 当正义之身也好 莫书这边拿奖金也好 这是同步进行 那是也许钱不多 但是那是附加的 总品没有好 要想得开想得清楚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个人也在这边呼吁 如果能够因为大家共同的努力 成就这一份天大的善缘好事 把中华民国这次选举的舞弊情况 能够归正 不但是中华民国可以昂扬于全球 我们的国旗在全世界遭展 是被尊重的 而且是可以让我们中华民国 体制成一个高水准 高文明的国家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用理性的方式去进行 所以莫书会推广祥和革命 也是冥冥中有所祝福 当然也呼吁未来的正式的 正牌的执政者上台之后 一定要进行大赦 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非常的煎熬 也都辛苦了 也都有很多怨气 但是我们由于互相的接纳 互相的宽容 互相的给机会 也要把以前很多 做得不好的 慢慢去把它消灭掉 所以要有这个动作 莫书在这边就先代表 全天下人对于我们的未来的领导者 是一个祝福 也是一个喊话 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一次的内容 原告当然是莫书了 被告的话是黑帽 口罩男子 然后你后面要有说明相关的条件 说述不相识 一 现场实录光碟内容 予以举发 尤其是我去地检署 承告的这个基本内容 基本资料 但是相关内容的是 检父本人初步整理光碟一片 括号 原始毛片近十五分钟 可视军作需要补陈着餐 因为我的对象是地检署的检察官 他们有他们被尊重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边该有的礼述跟身份 自己要拿捏 接下来 按本次高雄市市长罢免投票前 各种舞弊传言 投票部队跑贪行事 这个应该念跑突 这个是用闽南语的口罗位 来写一个发音 比较传神 经过现场的 本来是说要跑场 比较通俗一点 但是经过现场朋友的沟通 觉得跑突比较好 这个像各种舞弊传言 投票部队跑突 形势已盛销成上 这个事情稍微回忆一下 不过是两个多礼拜以前的事情 非常明确的 然后接下来 警务首长一于选前发布了黑道介入的讯息 全民是三语欲来 可以知道这种胆大妄为已经是到了动摇国本的地步 下面是个人的意见 以此黑帽口罩客之行机 合理怀疑以涉入此重 除当日行为需 究其说明外 前后之通联记录 亦可能查核真相 外 相关投开票所之所有来往公文与证物 易因病同保全及查扣 以术观真 以招公信 就是如果有跑场子 他怎么进去的 他盖的是谁的章 因为一个人基本上只有一个身份证 也许他有印章有好多个 但是去的时候 因为只能领一张票 所以只能盖一个印章 但是如果说有传言中的黑道介入 那可能就是一次丢一把票了 那也可能是他连续进入很多个地方 那表示他要有两张以上的身份证 他们要在中华民国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匪夷所思的 所以相关对于高雄市的选举委员会 或者是中央选举委员会 是背后的淫污者 在背后有所指导 甚至于搞鬼 当然要查出来 因为选举只能公正公平公开 其他的没有什么好讲的 如果不公不义 那就是废掉 如果还有一些猫腻的情况 那肯定就是要抓出来 所以相关的文书跟他的投票的领票册 以及他报出去的投票数 不是九十三万吗 九十三万 九零九零 有人又说三个九 OK 我也看到三个九 怎么说大家我们意见 就是这是数字 但是有没有这个数字很重要 如果通通都是做假的 那这个选举就是完全一个荒腔走板的选举 那后面谈什么罢免成功老韩 又跟高雄市的所有的继承干部这些谁苦拜 就根本没被罢掉 这件事情很慎重 所以相关的票册 同时莫书也严格的呼吁大家不要装傻 所以所有的选监务人员的名册 通通要备齐 最好是直接公布 那我们也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 把上一次1月11号的大选 里面所有的选举人名册 也都交给监察院去审理 去核对 看看中间有没有传说中的鹰眼部队进行 这名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甚至于说其中的这些选务人员 有没有是最近一年 最近这个选前 在那个实现之前 选前就特别搬迁到高雄来的 如果这个整个是一个完整的计划 作为个人非常佩服 这个可以去 全世界我不敢讲 至少中华民国的子参教育 这个名师排行榜可以有您一席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歌喉老邱的手笔 因为这么长时间 大家中国国民党一直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所以对于歌喉老邱 个人非常的尊敬 也非常的对他戒神恐惧 如果有这么详密的这个参谋 子参作为的话 这个是非常 但是如果一核对起来 里面有猫腻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要更进一步的去审查 好 接下来是莫书佛心来的重点 令忧此人背景不明 是否有潜逃出境 当然可能了案发了 对不对 甚至于串供灭阵 甚或遭到灭口之虞 黑石黑鸭我们美国电影 哈利物 movie都有看过 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顾虑 这是莫书今天特别要提早就来给各位报告这一段的原因 成判军作 就是检察官大人 体察明末 还原真相 留奔千古于渤泰 这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小事情 大哥犯他案 小弟出去顶个罪 事情就过了 但是这个动摇国本的事情就不可以这样做 摆不平的情况下 个人忧心 今天早上忽然想到 他可能有被杀人灭口的这个情况 昨天就已经想到了 这是合理的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大家朋友是不是要赶快帮忙 因为这一件公文书已经入了地检署 但是他们相关的程序要多久 我不晓得相关的光碟片看进去 就很清楚 这个动作可以 但是如果各位看到那个毛片 就是当时 他有几点几分经过什么路口 因为那是一个处于跟踪的动作 比较高级一点情务技术 莫书不懂这些 但是看电影里面也就是不外乎这样 好 加上天降大雨 所以这个时间点整个说起来 已经是严私合寇 没有什么疑虑了 只是要办不要办 但是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办 所以除了呼吁检察官 必须依他的职长认真办理之外 也顾虑到他可能面对到一些 我们合理的怀疑或推测到的问题就是 他想办一句 他的长官不想办 没有关系 您就按照您的素养去办 您如果觉得不办是OK的 那就回来面对莫书去监察院的究局 如此明显还不办 显然是猫腻 包括后面附属的人 我管你是主任检察官还是检察长 你检察总长来 我也一定去监察院弹劾你 你赶出来落名 莫书就跟你对上 就是这样 莫书两个手指都指导你 三个手指都指导自己的 OK 你觉得该办 你的长官说不要办 就让他去办 让他来面对莫书 莫书就在跟他过招 你没事 你流方千古 流方千古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不是常常碰到的 如此严重 如此重大的事情 不是任何一个法律人都有机会碰到的面对 碰到莫书是您的福气 善之争设 所以想到小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老总统 我还是给他例证 从小受的教育就这样 权贵亲爱的居民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轨 以白领九年 大家一起来 把这位先生赶快找出来 用亲情让他去 刑警大队也好 法院也好 当地的派出所也好 AIT也好 不然可能 光是几张身份证怎么来的 这上下游的关系 我不知道还能编出什么故事 当然有一个党他很会编 也很会扶龙 很会带风向 没有关系 我叔叔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在这回溯一下 有一位快乐李小姐 曾经对莫叔有所批评 但是当时没有看到 他有大概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莫叔这人一阵一邪 这个话随便说明 第二个说莫叔嘴巴歪 二十岁以前就歪 那是怪我妈妈 二十岁以后就是自己负责 所以统统不怪老妈 都是怪自己修养不好 但是眼邪口外心不正 莫叔的眼神如果还OK的话 大家相处过就知道 事情是该跟不该 不算计自己 算计是非 算计公义 不算计个人的得失 这位朋友因为他的生命受到危害 所以请所有的天地正气群 以及所有的中华民国粉 所以不管你是绿粉也好 蓝粉也好 韩粉也好 或者白粉也好 OK 通通都来帮忙找到这位人士 赶快要他出来 莫叔将来一定会对于我们的陈峰 提出谏言 要求大事 这个案子牵涉的人太多了 但是先出来 莫叔这边还是有领奖金 还是有准备 时候到了莫叔 砸锅卖铁也会凑这个钱出来 当然更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一个人十块来帮助这个事情 共同成就这个善缘好运 中华民国国运昌龙风调雨顺 国台民安 疫情早日消除 中华民国国运昌龙风调雨顺